歌詞 將音樂 換詞 聽歌的時候 很多是觸動心靈 引起共鳴的 往往就是那幾句 入心入肺的歌詞 歌詞的世界其實很大 詞中物 詞中有物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 無數跌倒 歡迎大家收聽詞中物的特別版 而今集是講Beyond的御用填詞人 劉卓輝和他們的合作 跟之前講的拍檔是很不同的 劉卓輝和Beyond其實不太熟 他甚至相當抗拒Beyond御用填詞人這個名字 因為其實他幫Beyond寫歌詞只有十幾首 但是那十幾首當中有一些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紅的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大地 情人 歲月無聲 灰色軌跡等等 他抗拒這個稱號很多年 因為他覺得自己名不符實 但是到今時今日他都已經釋懷了 他甚至覺得可以因為Beyond而讓大家認識他 都可以算是一個光榮 早幾年他寫過一本書叫做《非常相感》 裡面講了他跟Beyond的一些點滴 也講了跟很多大派歌手填過的流行作品的過去 說到為什麼他被稱為Beyond御用填詞人的時候 他就說在1983年就認識Beyond 即是說他在21歲開始跟他們不冷不熱地交往 1988年或1999年的時候 他幫Beyond寫了幾首歌 就開始有了御用填詞人這個外號 但跟其他樂隊的御用填詞人相比 例如幫Radius寫歌詞的林直 幫達明一派寫的陳少奇 幫泰極寫的欣葵 他的歌詞是最少的 說真的 其實他本身甚至對Beyond的合作 並不是十分在意 因為寫了十幾首歌給Beyond之後 其實他寫了很多很多其他歌 給其他大派名聲唱 包括張學友、黎明等等 但反而在1993年 參加了家驅離世之後 商台舉辦的一個紀念演唱會 聽到林億年私心烈肺地唱著Beyond那首情人的時候 劉卓輝馬上眼濕濕好想哭出來 他跟Beyond開始有了那種傷感 而其實Beyond當年只有十年的歷史 後來劉卓輝都會幫剩下的Beyond三子 加強、阿波和世榮寫一些其他Beyond的歌 加強甚至會說 劉卓輝真是很了解家驅的想法 盼望你沒有為我又再到暗中湯裡 我不想留下你的心空虛 盼望你別再讓我再恢復太深的罪 我的心如誰 我的心如誰 你不必知罪 你可知 誰今生歸去 你與我之間有誰 是遠是靜思而同真 還是意外 有淚有醉有付出 還有忍耐 詩人詩唱詩以寒冬 藏在眼內 有日有夜有話想 無法等待 無法等待 希望我別去後會共你在遠方相聚 每一天忘海 每一天相對 盼望你嫌疑沒有讓我別去的恐懼 我即使離開 你的天空裡 我未可知 誰今生歸去 你與我之間有誰 是遠是靜思而同真 還是意外 有淚有醉有付出 還有忍耐 詩人詩唱詩寒冬 藏在眼內 有日有夜有話想 無法等待 扬彩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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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 其实很大 词中物 词中有物 回到第二节 继续讲Beyond和刘卓辉 刘卓辉善于用一些 比较仓良直接的笔触 去描绘他对社会和生活的观感 就算是刚才播过那首情人 都是离慢着一种 比较无奈 比较悲凉的感慨 而刘卓辉觉得 他对Beyond比较大的贡献 就是他为Beyond 写了几首关于中国的歌 也帮他们开拓了 大陆的市场 接下来这首龙文 就是其中一首 好了 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 忘掉夜里月黑风高 踏雪过山上脚碎尖老 但靠两手一切达到 见面再渴到了分岁 风雨中细雪到心里 时雨飞窩眼似烟趣 笑泪心尽了老郑泪 上路对唱我黑香里 春雨臭杀满了戏奇 下雨冬汗透了生死 世代背贝永远紧迹 望掉世间万千光阔土地 望掉命女树 是否被避欲起 无泪汗花一生就瞒你 但已了解不变道理 见面再渴到了分岁 风雨中细雪到心里 时雨飞窩眼似烟趣 笑泪心尽了老郑泪 上路对唱我黑香里 春雨臭杀满了戏奇 下雨冬汗透了生死 世代背贝永远紧迹 一天加一天 回溫交中寒月 粒粒戒心酸 永不改变 人定星天 见面再渴到了分岁 风雨中细雪到心里 时雨飞过满痴烟醉 少女心尽了老郑泪 上路对唱我黑香里 浸如臭杀满了戏奇 下雨冬汗透了生死 世代背贝永远紧迹 其实刘略和Beyond 在歌词上不是常常有交流 刘略写什么他们就唱什么了 他觉得家驱是完美的 无论作曲填词的技术都很全面 而个人魅力就更加厉害了 当年88年Beyond在大陆开演唱会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受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国语是比较差的 但一唱到大地的国语版的时候 气氛就热烈起来 事实上Beyond的歌词写大陆 并不是刘略辉自己一个人的意思 大地呢 这首令刘略辉一炮而红 也帮了Beyond很多的歌 首先是由王家驱作曲 然后刘略辉收到demo带 发现上面写着黄河两个字 他就意识到这首歌要写大陆了 这种王家驱和刘略辉在demo带上的微妙交流 之后还发生过几次 譬如说长城 原本就写着长城在这里 情人 那笔带就写着大陆情人 因为家驱知道刘略辉当时有个大陆情人叫做艾京 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很熟 又不会当面研究歌词 但在这些细节上 他们是刚刚好可以沟通得到的 这段细节多多少少反映到Beyond对中国的看法 在情感上 他们其实对神州大地是有些牵伴的 理性上他们甚至都不介意去北上 接触内地的歌迷 开拓新的市场 对于现在有不少的歌迷 觉得Beyond的三子 是背弃了以前的理想 刘略辉其实并不同意 因为其实Beyond所看的世界是更大的 他们希望改变的不单止是香港 亦都连中国 亦都可以说那些叫做大中华的眼界视野 对于中国 他们根本就不会抗拒 心里面甚至有种难以言语的独特情感 这件事与刘略辉其实是一致的 其实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 多不少都有这种情感 当时的心大系旗哀国 又觉得这个国家不太争气 所以他们才会用这些歌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其实大地这首歌背后有个故事 刘略辉去了台湾探他的叔公 他叔公是国民党军人 国共内战之后被逼拜走台湾 一流就是流了四十年 从此就与大陆的阿哥 即是刘略辉的阿爷 分隔两地 直至到1987年台湾开放为止 听到他阿爷和这个叔公的故事 刘略辉白感交集 于是将这些心情写了入歌词 成为了大地这首歌 昨日在义香那门前 唏嘻的感慨一年年 但日落日出 永没变迁 这刻在望着 父亲笑容事 竟不知不觉的无言 让日落无色 心满旅眼 在那张高挂的面相 被人情了记得 穿秋不变的日月 在山顺里共存 古色分割的大地 或了解诗 回望昨日在异乞那门前 唏嘘的感慨一年年 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 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是 既不知不觉的梦然 让日落无色 心满去眼 听歌的时候 很多是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池中物 池中有物 欢迎大家回到池中物特别版的第三节 这个特别的加强版呢 是说回Beyond 和他们的御用填词人 刘卓辉的合作关系 刚才说过大地的这首歌 说到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在一年之后 也就是1989年 刘卓辉看着中国的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绝食的新闻 他的心情好翻滚 当时为夏韶星写了一首 《妈妈我没有做错》 在一个星期之后 六四的血声震压上演 刘卓辉就深受震撼 几个月后他又写了一首歌 给盧冠亭叫《七黑章不再面对》 去悼念当时广场的亡灵 其实六四这件事 都是Beyond的心结 当年的五月 他们在马场 民主歌声献中华入面 唱了一首大地 而六四之后 他们就在《岁月无声》入面 问一句 中国可否不要往后再倒退 然后又在《长城》那首歌的歌词里面 質疑 《围住事实的真相》 这些歌的歌词 一样是出自刘卓辉的手笔 他说 当时所有香港人有谁不是这样 很多填词人写的歌 无论直接、间接、側面 都有六四的情意结 千杯酒以喝下去 都犯罪 何方秋风秋雨 几都不对说在你口里 但也不敢捉一句 对人也吹过 不乎压在悔族 身份再寄居 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 沙满下风吹 最后见面会认罪 若我可再留下来 逼不得你唱下去的歌里 还有多少心碎 可我不要往后再倒退 让我抹起去人类 万万见疮伤 无梦再期望 身份再崎嶼 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 沙满下风吹 最后见面会认罪 让我可再留下来 很多年后的今天 刘卓辉仍然经常被乐迷问起 长城是否写六四 他通常都答得很曖昧 他说长城当然不是直接写六四 但事实上他是六四之后写的歌 而另一个事实是 这首歌今时今日仍然未通过 内地电视台的审查 有次刘卓辉听见歌唱节目有人唱 但在正哥的第二段歌词 就被消失了 那段的歌词是这样的 迷信的村庄 神秘的中央 患有作天的战场 皇帝的身衣 热血的应唱 谁却甘心榴莲彩上 又要逼大家听阿宝在节目中乘机唱歌 真的要说声不好意思 那说回这段歌词 为什么会消失呢 刘卓辉推断 里面其中几个字就写着 神秘的中央 可能某些審查部门不合听都不定 今时今日有时仍然会听到 在香港街头有人会唱一些比较敏感的歌 都是他写的 有时他都会怕被连累 因为近年中说的矛盾 蔓延到演艺圈里面 好像文革的举报风气 就静静地盛行 写过什么 做过什么 说过什么 随时都会被人拿来高发 接着就会被人在微博批斗 然后在某些情况大陆还会封杀你 明明没事的 被一些有心人搞一搞都搞到你有事 所以他唯有小心一点 遥远的东方 遥阔的边疆 还有远复的河墙 前世的沧桑 后世的风光 白里千山路路遮阳 为着老去的角度 为着事实的真相 为着浩瀚的岁月 为着浩瀚的岁月 为着欲望与理想 迷信的村庄 神秘的中央 还有昨天的战场 皇帝的生意 自血的英枪 谁却今生留恋猜猜想 为着老去的角度 为着事实的真相 为着浩瀚的岁月 为着浩瀚的岁月 为着欲望与理想要让 梦长已多 那女那天不再听到在乎好亦人 梦长眼睛 再见黄色景仰的那样 一如花痕 留在你胳头上 还是不太坏 有岁月 那是让詞 走 尋 TVs 唱歌 教民者不心算即行即行 主任提及慢片分手無數的多 來到第四節的特別版池宗物 今集繼續講劉卓輝和Beyond 和一年前那集池宗物比較 這一集在內容上加了少許 以及加了兩首歌 包括之前播過的《農民》 以及接下來播的《逝去日子》 如果剛才的歌曲有少許沉重的話 這首《逝去日子》就完全不同風格 是當年一套電視劇 可以說是青春劇 《淘氣雙子星》的主題曲 連加強和Paul 也有參演這部電視劇 可以說劉卓輝不單寫那些比較蒼涼的歌詞 《逝去日子》這些青春偶像劇的主題曲 他都一樣駕馭得到的 可否再繼續發著青春夢 不知道光陰飛中 到你們法聽懂 一再落破街中 十個美夢蓋過了笑天空 玩輕輕的愛心透來笑微風 熱愛競逐每秒每分鐘 輕輕一笑挫折再用功 小去日子結束給我多笑 小去日子打算是多麼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卓辉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整定和Beyond是没办法脱离关系的了 情人、大地、长城、龙民、现代舞台、灰色、轨迹、细去日子等等 这些歌词里面有些是很大气的,有些是很细腻的,好像情人那样 有些是神秘的,也有些很豪情的 伴随着Beyond的音乐,每每令我们听来当戏回场 刘卓辉可以说是跟Beyond一路并肩走过来的 一样是有东西要说的年轻人 或者这么说,他对Beyond而Beyond又对香港来说 都已经是发生了的一个传奇 刘卓辉虽然不是乐队的成员 但在Beyond的乐队的发展历程上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简单来看,似乎刘卓辉 只是在歌词和乐队的经营上有贡献 但其实正因为刘卓辉的加入 令整个乐队的艺术风格、音乐题材 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最喜欢的Beyond的歌之一 同样是刘卓辉填的歌词 灰色鬼迹 《九日在尋力》 何时马追我抑挂 若果去了的一切会平息 冲不破墙碑 前路没法看得正 再有那些挣扎而被逼 再也不知 拥得灰色的鬼迹 尽是深渊的水影 我已背上一身抚困 后悔与唧讳 你眼里夺只黑濕温蕾 这个世界已不知不合的空虚 我不想你变去 深日在回忆 谁能为我去掩盛 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 谁不去恨惊 何方面对要可识 各有各的方向已目的 踏着灰色的桂枝 尽是深渊的水影 我已会想一身无关后悔离去 你那女巾只恨出满泪 这个世界已不知不合的空虚 我会想一身无关 我会想一身无关 我会想一身无关后悔离去 你那女巾只恨出满泪 我会想一身无关后悔离去 你那女巾只恨出满泪 你那女巾只恨出满泪 我会想一身无关后悔离去 你那女巾只恨出满泪 我会想一身无关后悔离去 这个世界已不知不合的空虚 我会想一身无关后悔离去 我会想一身无关后悔离去 去跑离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